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景很好 但是最好看的还是人 没错就是这个人 还记得在《闪闪发光》的《他》中有这么一段 当时节目里的嘉宾们要去澳门那边旅游和学习 作为观察嘉宾的任嘉伦感到非常羡慕 还说了一句 哦 我们不去啊 看来他是真的很想要去那边旅游一番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机会 12月27号华丁奖直播的时候任嘉伦早早就到了现场 谁说没有机会来到澳门 这不是一下就有了吗 任嘉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谈到自己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飞速发展 可能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幸运 他没有自吹自己的演技 也没有说自己有多么努力 而是很谦虚的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好的团队 还有了好的本子 虽然呢 金嘉伦也很自信 但同时呢 也很谦虚 这样端正的态度让他在娱乐圈中的发展 一直都非常稳定 希望他以后呢 能够拿到更多优秀的剧本 这次十八公格的照片有各种各样的角度 要给工作是家鸡腿了 而且呢 这次的写真风格还是有一点交篇的感觉 很唯美 也特别的有氛围感 背影照 侧脸照 全身照 每一个角度 每一种类型都应有尽有 这次呢 粉丝们应该满意了 不会再吐槽工作室了 希望工作室呢 以后就按照这个节奏走 真的超级好看 恭喜任嘉伦获得三十二届华顶奖 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十家演员 任嘉伦在演艺事业上始终坚守艺术创新 挑战自己的每一个新角色 来经验大众大饱口福 在利益先利得的同时呢 坚定得意双心的高尚品德 为观众呈现了一步步优秀的作品 华顶奖就是任嘉伦演艺事业成功的最好见证 再一次证明了任嘉伦是观众最喜爱的 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演员 是颜值演技 人品并存的顶流佼佼者 任嘉伦的优秀作品呢 已经在观众中深深扎根立足 潜力巨大 前途光明 2021年对任嘉伦来说呢 是收获满满 也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几部电视剧的热播 让大家看到了任嘉伦精湛的演技 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 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认可 综艺和舞台上的演出也是非常完美 让大家看到了他多才多艺的另一面 星光不问赶路人 时光不复有心人 曾经的努力才配得上现在的自己 任嘉伦始至名归 未来可期 周生辰 拜拜 第S